前面讲一下,刚刚这个函数里面有一个比较会常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说,你们参照的时候这个table array的部分 这个table array,通常我们刚刚是用选取的 可是选取有时候,如果你经常在使用这个范围的时候 那常常选取是很麻烦 通常我们会用第二种方式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所谓定义名称的部分 在那个公式里面有个定义名称 也就是说呢,我可以把这个范围定义出一个名称 比如这个名称叫什么呢?叫什么?产品 比如说这个范围就叫产品的一个table 那以后的话呢,我就直接再给这个范围 因为叫产品,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边就可以打上产品两个字就可以了 这个产品就代表是这个范围 这个就是一个名称定义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如果你有很多范围 那你以后就不需要每次要选选选 你只要给它一个定义 那将来呢,用选的就可以 不需要说每次都要在那边选半天 那使用方式的话,就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这个范围先选取起来 第二个动作的话,就是在这边有个所谓的定义名称 有没有,在公式里面有个定义名称 定义名称按下去之后,比如这个范围叫产品 那我就这个地方给它一个产品的名称 那我就输入这个产品两个字 这地方把这个产品两个字输入上去 那输入上去之后的话呢,我就按一个产品 按确定就可以 多一个 进行证据 另外一边